人间滚滚红尘当中 不要迷失自我 我们人经常就是忘却了自我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觉得自己很伟大 有时候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写一本书 实际上人就是在烦恼葬礼 在生死苦海里这么洗恋菩提种子 就是在苦的时候 我们才能知道什么叫快乐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苦 他永远不会快乐 昨天我在收弟子的时候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当一个人能够明白苦的时候 他才会真正的去学佛 我想问你们 现在这个世界上老太太多 活得长呢 还是老伯伯活得长 老妈妈多 对不对啊 为什么 我问你们 学佛的人是老妈妈多 还是老伯伯多啊 那老妈妈当然活得长了 菩萨保佑嘛 对不对啊 所以大家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吃苦就是消业障 夫妻两个 今天你对我好 我对你不好 就是在消业障 等到一段时间过后 你知道他是对你真好的 然后你会对他更好 那也是在消业障 所以学佛人的痛苦 那是暂时的 虽然有一些痛苦要念经 不容易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不学佛的人的苦 那是一辈子的 而我们学佛人 这一短暂的苦痛 很快就会过去 因为我们明理了 我们不会再苦了 而不学佛的人 他在苦中还在受苦 他因为不明白苦因 所以他永远会种下苦果